这个好多人都问我 你挺大的岁说你走什么秀啊你啊 谁拉你走秀的 是你自己愿意去走秀的 还是别人拉着你去走秀的 其实这个时装走秀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人家这个服装设计师啊 设计了一个东北的大棉袄 这一开时装秀 人家筹划了半年了 从来没想过 要找一个老头去到那给他展示这个服装 这不可能啊 大家你们想一想 哪个服装设计师设计完了 脑子里想的 我找个老头给他展示 那不可能的事 那都得找标准的模特 给展示他的服装 是不是啊 这个巧在什么地方呢 他这台服装这个秀啊 是我女儿给他做音乐 有一天 他从我女儿手机上看着我的照片了 说这老头挺精神的 这老头是谁啊 我女儿说这是我爸爸 他就非常好奇地就把这个照片啊 给了服装公司总裁了 总裁是个女的 一看见照片 他大叫了一声 哎呀 这是我老师啊 三十年前中国服装博览会 首见时装模特培训中心的校长 这是我老师 我当时装模特 我当时装模特 就是他培训的 我给他打电话 老师我是高杰 你还记得我吗 我说高杰这名我有印象 但是什么模样 我对不上号了 他说你赶快过来吧 过来你就看你我就对上号了 你怎么样 我说什么怎么样 身体状况怎么样 我说身体状况良好啊 良好给我们走秀呗 走秀没问题 那咱们主要业一了 来吧 下来了我就问这个设计师 我说 尾声我穿什么服装 设计师说 尾声没服装 你就光着膀子上去吧 尾声的音乐啊 一般的是总结性的 整理性的音乐 那我得像绅士似的 这样的感觉上场了 我就等着这个音乐 突然音乐响了 妹妹你打打你往前走啊 往前走 我会丫头 我一听这哪是绅士 这是表现东北汉子 我上场吧我 从那头走这头 从这头要走回去 30秒 30秒走完了 活了 别闭着 全都好 别闭着 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